大家好,我是洪伟,今天来到我们百歌人物做客的事,等了很久,终于等到她发行个人创作专辑的创作才女王莱茵,莱茵你好! 我刚讲的应该就是很多莱茵歌迷的心声吧,怎么第一张那么久才发? 因为其实整个就是过去那几年让我整个心境上变得不一样,那之前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目前去表演自己作品的人,那最后最后就是近几年我又开始投入音乐创作,然后跟一个很好的音乐团队去制作专辑,到后来慢慢懂得怎么规划自己, 所以我才决定好,我试一试吧,就把过去累积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对于生活的一些看法都写在歌里面想要分享给大家 很像,现在握在我手里的这张专辑就是蓝音跟她的制作团队花了三年时间来完成的一张专辑,然后我当一看她的封面设计就觉得,好有质感跟好有诚意的一张专辑啊,然后可以请蓝音讲一下当中的一些巧思吗? 你说的这个封面的设计,这个封套呢是用火板印刷去印出来的,然后这个设计外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张椅子,那其实有三十一张就代表我现今的年龄 哦,对对对对,怎么会有人把自己的年龄就这样大方的暴露出来呢?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啊,因为 其实这些年来就是堆积我这些作品嘛,所以可以让大家知道我现在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去创作,去让大家知道 我怎么去看这个世界的那个观点,对对对对 这样我看到有一个小女生站在椅子上唱歌,这是你吗? 可以这么说吧,其实这一个idea是来自我一首歌叫做木仪 那个木仪就是说我以前很喜欢,就是大人很喜欢叫小孩子站在椅子上表演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童年? 嗯,我不要想,我比较多是被叫上去讲话 啊,就是想要表演,不管是唱歌也好,演讲也好 那后来后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以前有,就是以前会有自己的一个小舞台我不恐惧 为什么长大了之后我那么多的顾虑 所以想要说,就是说你看这个是普通版,然后这个是没有,这是长大后的自己 所以就是想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版 对,这个其实就是要鼓励大家说,要一直记得以前对于梦想的那种憧憬的心情 不要忘记它 这样就是说,蓝莹小时候也常被叫人站上椅子上唱歌嘛 对,不管唱歌还是演讲都是站在椅子上的 那我好奇蓝莹以前都会唱些什么歌曲啊? 以前小学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歌吧 嗯,会不会唱一些就是当时的流行歌呢? 小学,我记得那时候我想要唱,但是老师都不gay 嗯,这样可以,现在我们都让你唱啊,有没有就轻轻的哼一两句 你当时候很想站在椅子上唱给你的同学还是朋友听的一些歌曲 以前啊,你就说 对 真是忘记了耶,我记得我以前想要唱那个明天会更好 哦,明天会更好就是那个大很多群星合唱的那首吗? 我记得啦,我记得啦 诶,那可以来一两句吗? 我忘记个字耶,不好意思 嗯,蓝莹小就开始唱歌了,那创作呢?是不是也是自小就开始啊? 嗯,真正套入创作这个环境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 嗯,那个时候我在大学我有加入创作房 然后就参加创作比赛 那么就被瑞业老师发掘了 嗯,然后就做一个正式的作者 当时啊,你还记得自己第一首写下的作品是写些关于什么的吗? 嗯,其实第一首自己写的作品呢,是在中学写一首新年歌 哦,新年歌哦,好特别哦 其实就那么一次而已 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自己要走一条创作的路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想想说,嗯,因为那时候要跟就是当时的合唱团要在新年的时候表演一首新年歌 我想说,诶,可不可以来点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哦,我就想好吧,就写写看 就没有,就想唱给大家听 大家没有听过的 就那时候算是第一首吧 可是之后就没有,在中学的时候就没有创作了 直到大学 那现在还有没有想说,以后我就来继续多写几首新年歌 没有啦,到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 嗯,那我记得就是,蓝莹就是有一首创作曲 就是《恶作剧之文》的那个片尾曲《恶作剧》 就好红哦,就是到现在还会被翻唱成韩语的版本 你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有想过这首歌会那么红的吗? 没写,我相信每个创作人写一首歌的时候都不会去设想 它以后会变成红还是不红 所以《恶作剧》的成功,算是 我觉得算是一种运气吧,对我来说 因为我看你的面书,然后你有在写过 就讲说,你曾经有很抗拒在演唱这首歌 可以知道原因吗? 这是多少年的作品?多少年前? 2005,大概是2005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它是一发表这首创作之后 其实它是突然间是让大家认识到我的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想要借那个时候的名气 让我自己变成一个怎么样的艺人或者是歌手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背负着很多人对我的期待 可是偏偏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 我却对自己很多的怀疑 对自己创作有很多的怀疑,所以我才离开了 所以中间的那几年,我会抗拒唱这首歌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好像都还在停留那个时候的我 那个时候对我的期待,他们希望我延续他们的期待 但其实我并不想这样,我想让大家看见 其实我这几年之后的成长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小女孩 可是我有把这样的一个想法说给一个朋友听 他就有给我一些建议说 不是建议啦,就是他个人的想法 对对对对,他说不会的,现在你在唱这首歌 大家不会想像你是以前的那个王兰宁 你现在唱,一定有你现在的味道在 对,我想是哦,那好吧,我就试试看 之后我有在韩国的一个旅游 就是我有做一个街头表演 那时候我就唱了这首歌 那感觉真的是像我朋友跟我讲的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了 大家听到的也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是我自己想太多 那你,其实你当时为什么会有一种那么不自 就是那种不自信 就讲说,别人对我的太过期待反而是一种压力 就是为什么呢,是你当时还没有准备好还是什么吗 的确,的确在六年,六七年前的我是还没有准备好的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出唱片是不是一个适合自己的路 所以我才选择去沉淀,然后多多了解自己 我想创作不一定是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 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的管道啊,很多的 很多的形式去发表自己的音乐 我给你做רך续 我给了你 我给你做完事情 我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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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了你